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客户 三个客户 太阳出来我晒太阳 月亮出来我晒月亮咯 哎呀 麻烦咯 打雷啦 起身啦 哇 是雪 真舒服 帽子都要吹飞了 早起身体好 晚睡人会飘 哟 中午好呀 吃了吗 嘿嘿 月亮出来咯 咱也出门吧 嗯 困了吗 那你好好休息 我一个人四处转转 胡桃的胡 是胡吃海喝的胡 胡桃的桃 这不是桃气的桃 嘿嘿嘿 不 不好笑吗 变个戏法给你看 瞧好了 火 火 然后 吼 虎蝴蝶 飞啦 你到处旅行一定见多识广 有空也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 白天你尽管到处跑 晚上可得小心点 我不在的时候务必谨慎行动 需要帮什么 需要帮什么 我来啦 若你需要帮助 胡桃我定当全力以赴 绝不推辞 战斗是件麻烦事 对我来说 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用手段来达到目的 用战斗来维护不愿让步的东西 就这方面而言 我和你是一样的 神之眼 神之眼 嗯 这东西 随缘就好 少人之托 终人之势 我们往生堂兴致特殊 肩负着双倍责任 所以 一定要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才行 有些花草只长在阴气重月光多的地方 你见过吗 没有 那下次带你见识见识 终里长得那么年轻 性格倒像是个老古董 什么都懂 却什么都不关心 她该不会 算了 随她去吧 看到琪琪了吗 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要把它藏起来 嘿嘿 白竹 哼 麻烦的家伙 天全凝光 富甲一方 明谋善赖 逃修信让 目打耳通 百了千当 北斗姐可是黎月明人 她不认识我没关系 我认识她就行 啊 真想和她交个朋友啊 听说行秋少爷在写书 卦本还是怪谈呢 好想把平日遇见的杂事说给她听 写成书一定很好看吧 纯阳正气 阴阳合一 没想到世上真有这种体质的人 仙家的事我怎么知道 哎呀呀 天机不可泄露 你就别问我了 玉衡客情啊 是个很难打交道的人呢 嘿嘿 瞧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真想逗逗她 她应该不会用剑敲我头吧 不会的吧 香菱可好玩了 一碰就跳 特别容易被唬住 做我们这行最喜欢这种人咯 不过也得注意分寸 毕竟郭伯会替香菱出头呢 大秋秋冰了 二秋秋桥 三秋秋菜 咬四秋秋熬 五秋秋四了 六秋秋台 小巷派暗黑打游诗人 正是本人 若要我说 网生堂的工作既不困难也不可怕 只是麻烦而已 可惜旁人理解不了 见到咱们夜里出宫总是有些惧怕 唉 是他们不懂啊 我是网生堂第七十七代堂主 我爷爷是第七十五代 我经手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替爷爷办葬礼 是不是很意外啊 唉 不知不觉就在这行做了好些年 时间过得可真快 阴阳有序 命运无常 死亡难以预测 却也有它的规矩 记住了 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有何原因 人都不该轻易挑衅死之一事 唯有认识它 尊重它 才能明白活着的价值 天青海阔 浩月凌空 此情此景 正适合作诗一首 唉 真想找些新乐子 无所事事比死亡可怕多了 啦啦啦啦 吃水煮一配虾饺啦 清新朝史莱姆宁夜 这是香菱对我的复仇吗 今夜 天心璀璨 月相壮丽 想必是个好日子 待我一算 嗯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你的生辰 唉呀 真是个好日子 哦呀 哦呦呦 嗯 真不错 谢啦 没想到没想到 胡桃我现在力如泉涌 心似雄鹰 非常有自信哦 力量若达到极限 接着考验的便是人心 多亏了你 我才拿来到这片未曾踏足的领域 在这里 心和灵魂就像一片云彩 生老病死 天地万象 尽在无备 还为那样登胸 脸不滑 人当松公元 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